韩国电池爆发了 但好像是在给中国企业打工 这是怎么回事呢 9月份韩国媒体爆料了一个不那么好的喜讯 意思是韩国9月份的电池正极材料出口额暴涨66% 总出口额达到了75亿美元左右 但是看到这个新闻还以为韩国电池行业站起来了 要知道从2020年开始 韩国就在布局电池产业的发展 经过密集的政策和企业规划 他们的野心逐渐变得越来越大 甚至开始鼓吹电池迎来韩国时代 结果本报认真看了一下文章 这才发现韩国媒体可不是在夸他们的电池企业 反而是在暗讽韩国电池企业 因为他们出口挣的钱 有九成都用来购买中国原材料 这让韩国产业上下一场难受 合着一整年辛辛苦苦全为中国打工了 这让我想起了当初奇亚中国首席运营官的金人言论 他说合资车要技术有技术 要人才有人才 还有在全球挣钱 随便烧点钱 中国汽车品牌就得被拖死 这句话的潜在意思 其实就是想说 奇亚才是中国汽车市场笑到最后的人 其实何止奇亚 韩国电池企业的野心也不小 他们还特意组建了一个电池联盟 目标也是建制电池行业的No.1 想要借助电池 实现新能源领域 全球领先的地位 想要把中国汽车和电池都吃下去 从这可以看出 韩国人的野心不是一般的大 结果三年时间过去了 韩国企业不但没能实现 制霸全球的目标 反而越发依赖中国了 今年9月份 中国新能源汽车占据全球60%以上的市场 动力电池里 有6家都是中国企业 韩国电池野心到底有多大 为啥还这么依赖中国呢 大家好 我是熊猫 今天就来说说 韩国电池的野心与挫败 韩国电池的野心很大 不过这背后其实都是一把心酸类 韩国本身市场很小 它们主要依赖对外出口 因此制造业也是以出口为主 在韩国出口的制造业中 有四个支柱行业 分别是储存芯片 屏幕 汽车和造船业 以往韩国就是借助这四大产业出口 振得盆满钵满 但是这几年 韩国这几大产业几乎都遭遇到了滑铁炉 制造业出口不断下降 2022年以来 已经连续11个月出口下滑了 惨到什么程度呢 在屏幕和造船业上 原本韩国是绝对的霸主 但是现在 中国已经完全主导了中低端市场 高端领域也在枯枯挣扎 以造船业为例 今年9月的全球新船订单中 中国企业占到了82.3%的份额 而韩国传企 只拿到了可怜的6.5%的份额 本来芯片和汽车领域还行 但是老美不干人事 硬是逼着三星把高端产业链转移到美国 还不让他们和中国做生意 要知道 2018年时 韩国出口到中国大陆的芯片 占了67% 没有了中国市场 韩国芯片当然也凉凉了 创下了连跌13个月的罕见记录 可以说 直接从山顶跌到山脚下去了 韩国四大产业中 就只剩下汽车这颗毒苗了 虽然和中国全球第一相比差了很多 但好歹也算是个救命稻草 当然要死死抓住了 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最核心 也是成本最高的零部件 当然也是韩国最想做的技术 那要怎么做呢 照着中国和日本的模式拼命抄啊 没错 韩国电池政策身上 几乎都是中日的银子 中国最擅长的是中长期产业布局 韩国也布局了电池中长期规划 日本擅长搞企业联盟 他们也搞企业联盟 比如在2021年7月份 韩国政府发布了中长期规划 2030二次电池产业发展战略 不仅把电池列为国家重点战略技术 还要在2030年时 拿下全球40%的市场份额 甚至还要将电池打造为世界第一产业 这意味着 韩国将在正面赶超中国电池产业 野心十分大 2022年时 他们再次提出了 充电电池产业革新战略 目标同样很积极 不仅要打造电池产业 还要将提高韩国制造业在全球的领导力 中国的产业规划 见了都得甘白下风 要知道 中国在制定目标时 通常也就只是说 提高全球竞争力 很少这么直接 韩国那是相当的牛 这还没完 他们还学习日本企业组团 搭建了电池联盟 这个联盟的阵容相当豪华 不仅集齐了韩国三星SDI SK-1 以及LG化学三大电池巨头 还有电池材料供应商 精炼企业等各个环节的重电企业 这么多企业搞在一起 野心自然很大了 按照他们的说法 韩国不仅要在锂电池上与中国竞争 还要重点布局锂 空气电池 多离子电池等下一代电池技术 确保下一代电池 不至于在原材料和零部件上被卡脖子 韩国电池产业将它称为 下一代电池源 所以我才说韩国电池的野心很大 为了完成这个野心 韩国电池产业上下都在大规模布局 其中韩国政府负责培养人才以及产业基础 而企业则负责技术和产品的研发 在人才方面 他们直接在国立大学 地方重点大学设立电池专业 还给企业20%的税额抵扣优惠 而韩国电池企业就专门投钱搞研发 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 韩国为什么有信心和中国竞争 其实他们和日本一样 打心里对中国是不服气的 在前几年 韩国的电池产业也是相当辉煌的 而且他们是踩着日本上位的 心态上比日本更加傲气 商用锂电池虽然是日本率先发明的 也是他们率先推广的 2000年的时候 日本电池企业的销售额 还占据了全球总销售额的93% 日本当时可以说是绝对的锂电池王者 但是韩国布局的也并不晚 1992年时 韩国LG公司就开始发展锂电池产业了 只比日本晚了一年 然后韩国电池产业就开始功成略债 先是借助三星和LG的手机业务快速崛起 到了2010年时 抢下了39%的市场份额 而日本企业却下降到了43% 两者的差距已经被拉平了 这个时候 日韩电池产业是平分天下的 而新能源汽车的到来 让韩国电池产业彻底腾飞 当时 日本离电池路线主要集中在原电池领域 松下还凭借这一优势 一度成为特斯拉的独家电池供应商 韩国却选择了软包电池的技术路线 原柱型技术成熟成本也不高 本来是非常适合电动车发展的 奈何 新能源汽车刚刚发展 各大车企都是沿用油车的概念 只是简单地将油箱换成电池 其他的变化比较少 油改电有一个很大的弊端 就是车型留给电池的空间有限 位置也是固定的 所以电池包只能去适应这种空间 形状不规则 而软包就像沙袋一样 更容易适应这种形状 原柱就像油桶一样 强行塞进去会导致空间利用率不高 再加上日本一直执着于轻能领域 不愿意主动适应这种变化 韩国的软包路线就脱颖而出了 其中LG化学的软包电池 很快得到了汽车巨头们的青睐 现代奇亚 通用 雷诺 沃尔沃的世界知名车企 都先后跟LG签订了电池共和协议 一度成为全球电池产业的龙头老大 在他后面 三星和SK-1也迅速超过日本电池企业 逐渐成为动力电池的龙头老大 日本电池企业只能退居幕后 为韩国电池企业提供原材料和零部件 这时的韩国企业在电池产业中的地位非常高 如果是电池领域的老司机 应该还记得2015年时 网上有一篇 全世界电动车厂都在给韩国人打工的爆货文章 内容全是贵族在歌颂LG电池有多牛 嘲讽我们的企业购买韩国电池 如果抛开上帝视角 可见当时的韩国动力电池有多辉煌 可结果却让很多人没想到 韩国的风光没持续两年 电池霸主的地位就被另外一个国家给取代了 那就是中国 中国取代韩国电池产业的地位 就和韩国取代日本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速度还要更快 韩国基本没犯什么错误 他们对于电池产业非常重视 依然不断研发新的技术 但中国不是日本 日本为了轻能汽车放弃电动车 中国不做选择 而是全都要 轻能、混合动力、电动 全都制定了发展路线 三者都经历了长时间的赛马考验 最终电动汽车脱颖而出 成为替代油车的最佳路线 确认路线后 中国和韩国在电池上正式开始了供防战 在电池技术路线上 中国也是如此 圆柱、方形和软包全都做 而且不是简单的有改电 而是将电池、电驱、电控 甚至整车电气化重新搭建 相当于汽车的一次革命 当所有零部件都重新设计的时候 电池形状和空间对于汽车的影响就变小了 反而是更大面积的方形电池 更适合搭载在底盘上 于是方形就成为了主流 当中国想做一个产业的时候 那么就一定能摧枯拉球般的变革 2015年时 韩国还是电池的王者 但是到了2018年时 中国就以60%左右的专机占比 超越日韩 成为新的电池龙头 在这之后 中国就再也没有被超越过了 2022年 全球动力电池专机量的前10名企业中 中国动力电池企业已经占据了6个席位 而韩国企业的市场份额 只剩下不到25% 但这还不是让韩国企业最绝望的 因为中国不仅在动力电池上超越韩国 就连原材料上 中国都比他们要强得多 电池行业的四大关键材料 正极 负极 隔膜和电解液 韩国都极度依赖进口 韩国有47.2%的负极材料 66.5%的电解液 69.5%的隔膜 和81.8%的正极材料 都得靠进口维持 其中大部分还都来自中国 韩国从中国进口的锂材料和部件 占总进口量的90% 就连三维里材料中的稀有金属菇 也大部分进口自中国 这意味着 中国电池产业是全方位的超越韩国 老实说 我都有点同情韩国了 就像在一个班级里 日本就是那种不爱学习 自暴自弃的学生 没啥好说的 而韩国是那种拼命才考到了班级前列 而中国呢 前期没咋学习 后期稍微努力一下 就考上了全班第一 而且每一课都是班级第一 这种天赋的学生 往往很容易被人嫉妒 那些努力学习的学生会患得患失 因此会更加拼命学习 希望在下次考试中打个翻身仗 韩国就是如此 对于中国电池产业的崛起很不屑 但是又离不开中国 本来这也没事 对于韩国来说 中国有市场有技术 想要追上中国是没希望了 而对于中国来说 我就喜欢你看我不爽 但是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但是美国制裁中国 让韩国看到了希望 既然在中国 韩企已经失败了 但是海外还有很大的市场 于是当中国企业还在去美化的时候 韩国就与欧美车企合作建厂 根据统计 单单在美国 韩国三大电池巨头 就规划了11家电池工厂 而大部分都是合资建厂 其次还有匈牙利 波兰 土耳其等国 也有韩国数家合资的电池工厂 他们这个战略确实很明智 一个是错开与中国的竞争 一个是捆绑欧美汽车企业 中国电池企业再进来 就没有生存的土壤了 按照他们的规划 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 那么韩国就有了庞大的欧美市场支撑 再慢慢布局原材料和下一代技术 从而实现全产业链自主 然而市场太大了 韩国自己把握不住 韩国电池产业技术路线 依然集中在软包电池 三元锂电池方向 LG 三星 SK-1 都是以软包的三元锂电池为主 但是相比于比亚迪的刀片电池 宁德时代的方形电池 现有的软包三元锂电池 存在安全性上的限天不足 很容易引发燃烧等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 最近两年韩国厂商损失惨重 2021年3月 因为LG化学的电池存在安全隐患 现代汽车宣布将在全球召回 搭载LG电池的Kona 爱尼克 Alec City三款车型 共计81700一辆 现代汽车为此召回事件 付出了1.4万亿韩元的成本 根据双方的协议 LG承担了其中70%的费用 即9800亿韩元 2021年8月份 通用汽车也宣布召回了14万 搭载了LG问题电池的汽车 LG为此次召回事件 支付了超过19亿美元的赔偿金 2022年 LG电池的安全性再次遭到质疑 Stanity's联盟 大众 现代 奔驰等车企 均有搭载LG电池的车型 宣布召回 涉及的汽车数量超过13万辆 因为这些电池问题 韩国虽然布局了诸多国家 但是电池市场的份额 不但没上升 反而下降了2% 至于中国 一开始时 我们确实被打得措手不及 只能跟进他们的扩展战略 从2018年开始 同用汽车就与宁德时代 达成了战略合作 上去同用生产的许多新能源车型 包括别克VL6 凯迪拉克Lyric 以及即将推出的别克Electra X等等 都将抛弃以往的LG电池 转而搭载宁德时代的电池 这些汽车不仅在中国市场上销售 还有一部分将通过通用的渠道 销售到欧美市场 要知道 通用汽车可以说是LG电池的死忠粉 早在2010年 同用推出了大获成功的 雪佛兰沃德混动车 用的就是LG的电池 双方的合作关系 已经有超过10年的历史了 期间哪怕是LG电池爆出了安全性问题 通用也没有放弃使用LG电池 就连通用后来试水 中国新年市场时 用的都是LG电池 除了通用汽车一亲别恋外 LG一直未能拿下的 北美汽车另一个巨头 福特汽车 也在试图与宁德时代 合作在北美建厂 至于特斯拉就更不用说了 上海超级工厂生产的 宁德时代电池版Model 3 早就卖到了欧洲 特斯拉柏林工厂更是生产了搭载 比亚迪刀片电池的Model Y 随着中国电池厂商的技术 成本等各方面的优势越来越强 韩国厂商的市场份额 恐怕还要下降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韩国花了巨额资金 想要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只能说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很骨感 三年时间过去了 韩国企业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不降反身 2022年上半年 仅氢氧化理这种最基础的锂电池材料 韩国从中国进口的总量就涨了4倍 对中国进口的依赖度 进一步提高到了83.2% 韩国人悲哀地发现 他们花了大价钱打开了欧美市场 与欧美车区合作 甚至不惜重金在欧美设厂 辛苦了大半天 最后确实在给中国打工 这才有了韩国媒体的那篇报道 更多的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味道 韩国电池产业的野心和困境一样大 好了我是熊猫 如果您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